昨晚的英超有几场球,早场就是曼盛在缺少洛迪和KDB的情况下 作客虽然先开纪录,但也被纽卡苏逼和1比1,失分了,连和两场 然后尾场利物浦虽然一度被狼队追成平手,但很快就进入多球 2比1作客赢了狼队,成功全取3分,上了榜首 10点那轮,其中两支本身这周之前还是不败之私的白丽顿和森林 这次就没什么了,没那么幸运了 白丽顿作客虽然输了给车仔 车仔又有什么?有牌马大四起? 哇,高二牌马大四起 4比2赢了白丽顿,就打破白丽顿不败之身 然后森林主场因为1个12码输了,0比1输了给傅咸 亦被打破白丽顿不败之身,亦是今季他们首场的败仗 阿仙奴,阿仙奴怎么办呢?上场就保试了 幸运地被曼城迫和了2比2 回到主场,今周六,对着里斯特城 赛坂马里斯特城,赛前一场都没赢过 升上来之后,实力方面也不够阿仙奴 所以赛前估计阿仙奴应该可以轻轻松松搞定 轻松松赢球 而上半场踢上来也是控制战局 在20分钟先开纪录,当时右边一次快攻 然后赛卡仔传给了天把,天把再传中 中间的马天尼尼尼射回球 远处入亡1比0,阿仙奴先开纪录 然后上半场,就是完半场前的时间 阿仙奴的增添纪录,当时马天在左路的传中 杜莎特门前撞射入亡2比0 阿仙奴的这两个入球,上半场领先两球 好了,对着里斯特城主场领先两球 下半场应该更舒服了吧 甚至乎大家觉得不进入第三球 第四球也不合格了 怎知道你认为你舒服吧 怎知道不是阿仙奴 接着就掀起了这场球的高潮 出来没多久才是47分钟 当时里城有个罚球斩进去的时间 质田,质田,真是田 不知道是什么译名来的 这些真是教坏人 质田,接应罚球一顶 那球就散中了到阿凯 阿凯是回防夏育斯的身 改变方向后入网了,收死了雷耶 李城追回一球 接着没多久之后 大约是63分钟 接着当时尼迪迪迪在左边发烂 然后斩球 斩回来,由左边斩回到右边的位置 后上盖上来的质田 第一时间求不着地 扩你这球 整个世界球 哇!这个球 吃得很硬 还要有些西 还要是什么? 还要是内处弹入 哇!拿到这么紧 收死了雷耶 非尽也救不了 凭着这个世界球 李城追回2比2 李斯特成 这段时间大家 哇!拼了头 李城追回2比2 这么厉害 哎呀!会不会吃着 还可以呢? 接着阿仙奴就没有了 拿回阿仙奴狂攻了 但是射也没有 因为又加上李城的门想 Hermanson 打上了身 左飞右扑 想着这球 难道阿仙奴又失分? 喂!曼城失分 你又失分 不是吧! 好了!保时4分钟 保时4分钟 当时一次角球攻势 右边扯了角球 进来撒加仔 远柱 杜沙特 在远柱 逗回中间 谁知道球 又散中了 来滴滴的袋底 改变方向之下 弹入 哎呀! 3比2 阿仙奴多辛苦 终于再度超前 哎呀! 理成功亏一季 接着没算 只剩下点时间 理成 打算押上去攻 后防空虚 结果被阿仙奴一次反击 后被入体的耶稣仔 右边发难 进阵区之后 一射 Hermanson 打算押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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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仙奴 打算押上去 保重 这个侄田 最初也打算飞进 来 打算解围 谁知道 打算押上去的时间 路门口还有阿凯 打算押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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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凯 严格来说阿凯 这个球突出了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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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球是阿侄田 打算押上去的 所以就不扣成月位 结果就是阿凯 这个球 又入球成立 最终的屏住 即是这个入球 即是保时连入两球 应该说 阿仙奴 有惊无险之下 4比2 主场赢了李斯特成 成功全取3分 那现在 六战就四胜两和 还没输过 14分 跟曼城一样 不过得色球差差差一点点 排第3 利物浦领先1分 打算他们两队 帮个牌 曼城第二 阿仙奴第三 看下双方阵容 阿仙奴433 继续缺少奥迪加特 鲁门继续拉一类 后防又幼致了 Timba 沙列巴 加比尔 和卡拉菲奥利 三个中场 迪勤怀斯 Party 和杜沙特 前面三刹击 萨卡仔 卡尔夏域斯 和马天尼利 这个阵容 和上次的作客 曼城一模一样 就是这个阵容 那边双 作客的里斯特成 这支星巴马 有斯蒂夫菊巴 领队 排过4-5-1的阵式 劳门香文臣后防又幼致了 七田 法师 大家都很想念法师 奥高利 就是在亚特兰大加盟的意大利中坚 和丹麦国的基斯颠神 中场又幼致了 在百里顿借过来 布拉諾 云克斯 前二次中场 云克斯 尼迪迪迪 亦是另一个前二次中场 史杰 史基比 杜哥的马维迪迪 出身自阿仙奴青年军的马维迪迪 王将军的马维迪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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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期都经常坐在后备席,甚至会有出场机会的 例如47号的卡居里 接着就是49号的路易士士基里 53号的欣云尼利等球员都在后备席 至于里斯特城那边有什么后备球员呢? 例如列卡道彭利那,前葡萄牙各脚 祖侯利,爆炸头 埃杜瓦特在水晶宫加盟,另一个水晶宫加盟的 奸纳的老牌前锋是佐敦亚优 前英格兰国脚高迪 摩洛哥奥运脚艾卡劳斯 后备门将威尔斯的国脚丹尼华特 还有发达湖逸峰,还有富咸加盟的波比列特 前锋波比列特 如果只看数据,可以看到阿仙奴真的一面倒 看看Possession空球,75比25 全球那些passing,600多次到200多次 全球成功都更加580多次到160多次 角球17对0,你整个角球都没有 还有射门更加不用说,神经病,37次射门 对5次射门 阿仙奴的37射就17中 李承就5射3中 这些数字能否反映到战况呢? 这场球其实都可以说反映到的 其实阿仙奴的这场球是由上半场 甚至于整场球大部分时间都控制着战局 首先,李承很简单 就是摆明打防反的了 谷巴什么料大家都知道的了 还要作为森林球迷更加 这么多年的森林球迷更加知道他什么料 打防反一定的缩后,将防线缩后 接着再看看前面有没有反击 这场球其实也有点心思的了 平时踢4-4-2,今场踢4-5-1 明显加强中场的拦截和防守 防线斗得比较厚 中场上尼迪迪的位置可以说是很重要 而且他也可以说是 表现到自己最大的表现出来 即是说他已经尽做 尼迪迪的角色上十分之重要 走走走走 当然大家要明白 尼迪迪迪不是当时尼迪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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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城里面可以说比较 除了门在Hermansson之外 也可以说是整队球里面比较活弱的球员 瞻前顾后就是这一种 也因为他带动着中场线 不断在防守方面失去位置 不断领导中场如何防守等等 所以令里城这场球纵然面对着阿仙奴那些强烈的强烈的攻势 都还是不断顶得到的 当然上半场落后了两球 这一局也是 其实预认了你这样守法 你迟早输 纵然你说你守得多好、多有水准 但是你一路只是捱打 你又不是那些比较主动去杀出去的那些 里城这场球的防守其实虽然说 很有纪律 单球员 很专注、很集中 你想想连法师也没怎么犯错 很集中的时间 再加上侄田,侄田也守得很好 意大利中坚、奥高利 和基斯丁神这些都不断尽量防守 但是他们的防守的偏向是比较被动的 主动过来就吃 你攻过来我就杀了 他不会主动说去报防 如何去 预判你如何来进攻 不是那种 这也是很捱巴式的踢法 这个也是 再加上中场 史劫和云克斯 拉回来 尽量收回位 让阿仙奴 看看能不能阻止他们 但是这场球其实阿仙奴的进攻 一开球就来了 亦都预期中 对着里城你没必要和他看得这么保守 你主场出击 你人的脚比他好 对不对 近期的勢也 更加不用说比里城好 所以一开球的时间就看到阿仙奴不断攻 不断利用两边 但是也是那句 没有了奥迪加特 进攻方面 难免真的有折扣 打了折扣 这几场球就特别看到了 之前你还说 对 热刺 对阿特兰大 对曼城打防反 这样看吧 但是好了 今次的对手不同 之前你还说 对手做主动 那你就可以 利用你的防反 但是今场 对手是什么 虽然说比较弱 但是他们是主手的 到阿仙奴要採取主动的时间 你见到真的是奥迪加特的重要性 始终没有了奥迪加特 虽然你说阿仙奴的球员本身 他真的明显是 可以说是 降了gray的进攻 尤其是右边那边 虽然你说 天把城压上来 再加上萨迪加特 但是威胁力 是没有 没有奥迪加特 再和萨迪加特 甚至说以前 Ben Weiss那些 你就是少了个人 就是少了 始终就是 所以你说上半场 很多时候 在左边也去 或者 试过左边 也试过右边 其实也活跃的 尤其是马天 很活跃的 杜沙特 这些球员很活跃的 就憑着他们的 入球领先 但是你说 是不是里城的防守不好 又不是的 其实也算是这样 尽做的 只不过质数所限 质数所限 没得好说 去到下半场的时间 为什么突然之间 为阿仙奴会 为明明领先两球 都可以被人追回呢 纯粹一出来没多久的时间 明显心态上是有松懈了 这个不争的事实 真的有松懈了 但是你比上我是阿仙奴 我都会松懈了 那边你看到上半场 都没办法 这球 实力又不是高 又没办法 我又拿着你来踢 我没处理 那我松一点也很正常 但是好坏不坏松一点 就因为那些球也没什么运 散重了阿凯的身 撞入 追回一球 继续在里城 接着 侧田有个继续 突然之间追回2比2 但是其实这两个球你都可以 挑剔一点说 防守上面可以做得更好 第一 死球那方面 第一个球的死球方面 其实就是那个球 虽然说不幸运了 散重了 就是阿凯的新的改变方向 但是其实那个球的防守 是不是可以跟贴一些 譬如 不会被侧田抢得怎么样 是吧 就是这些位就是 细节位 接着就第2球球 即是侧田的世界球 那个位 卡拉菲奥尼明显失了位 明显失了位 被他扔了 又射得五位死靓 如果卡拉菲奥尼负责 那个阻抢位 没有失位 又是不是这么轻松 让侧田可以看定 还是这样 扮上去呢 你可以说挑剔啦 鸡蛋女挑骨头 什么都好 但是防守上面 一失球 怎么也要有 有些 叫做 减讨反省呢 那 如果做得更好的话 当然了 这两个入球不会出现 不过没有如果啦 希望就不会再犯错 犯这些相同错不久 但是其实呢 整场比阿仙奥 其实表现不是很差 又不是很差的 只不过真的 又是那句 上半场 如果把握得好些 不止入两球 不止入两球 把握力问题也是 接着下半场 虽然 这个是 李成的门章 就是 Hermansson 左飞又破啦 上了身 但是如果真正要他 即是叫做 飞身去救 破救的那些 几球而已 其余 某程度上 其实阿仙奥球员 可以处理得更好 你散了他 其实这些又是 细节位 就是把握力 那些 影响到你场 的胜负 这也是 不争的事实 Hermansson 这场球是踢出水准的 超水准的 超水准的演出 要不是Hermansson 李成一早已经被人抛离了 就算被你追回2比2 也被人反 再到领先 一早已经赢了 阿仙奥 不用那么辛苦 这场球员 Hermansson 这场球员 这场球员 虽然他也说 虽然第一个失球 不太好 有点脱手 扣他一些分 但是 这场球员 他的表现 其实真的是 不错 你承诺他 怎样都比丹尼华特 另一件事 就是阿仙奥 角球的处理 其实 亦是可以说 在这方面 可以看到他们 这个处理亦是 再度 即是继续上场球 甚至甚至今季 很明显死球教练 落足 心思 为他们去设计 如何处理死球 但是你说是否又破不了 又不是了 今场球 即是李成 门掌Hermansson 索性就是什么 那招就是跟你去玩就是什么 我不出来 等你那群后防球员 和我在前面 清醒出来 我只是站在门口 做破架 有什么也好 其实这几球 亦是可以说 今场球 虽然 你可以看到 阿仙奴 是有心思的角球 那些 但是 是否完全 专专业 其实又不是说破不了的 不过又是那句 英超的 其他球队的教练 他们有没有说 浪费时间 去破解这个战术 还是 索性又 他就拎人多 人 就是 矮多 生死象 都放在这里 就算了 就看看 最简单就是 今场球 Hermansson 用了其中一个方法 就是我不出来 你阻碍我 就阻碍我不出来 我兄弟也在前面 帮我搞定了 但是不幸 那个球 杜沙特 撞起来 刚刚散中了 带底 但 没得好说 但是你见到 阿仙奴 明显那个四球教练 真是 可以为了阿仙奴 今季 都拿了 不少分 其实是值得一赞的 这件事就是 是的 这场帮阿仙奴赢了 其实也没什么 特别大的 看点 可以说 踢回正常水晉 正常水晉 即是若然有奥迪加特 就轻松轻 更加轻松 那就有惊无险了 好了 理成 理成 也是那句 谷巴 带队的话 你也不会太大要求 其实现在很多理成球迷更加觉得 不如换领队 来到这个位置 看了六场就已经觉得换领队 因为谷巴完全给不了什么 希望他们看 沿用回他们那套 他平时之前在森林的防范 但是排阵用人 依然都是他弱汉 临场调动 那些 感觉上他也未必会做得长 未必做得长 似乎 甚至乎 刚才我记得 昨晚开live的时间 有人问 究竟哪个会是第一个落祸呢 去到10月的时间 哪个教练会落祸呢 我也会估计谷巴 似乎真的带不了理成的进步 虽然说理成的人脚 相对是差的 英超来说 真的不及英超水准 你看到就算这份云克斯 踢不回英超 又好像那些水准是跌了下去 跌得很厉害 屎劫真是没办法 这一次就九所战阵 过往正选就少 后备多 要担大棋的位置也不到他 尼迪迪反而算是这样 华迪有点 你不可以预期他 三十多岁 不会预期到他 和你绝对 人脚所限 前锋都迫着要出华迪 可以怎样 所以理成都稳稳的 其实也 今季来说 互级路也挺困难 即管看看他们怎么办 还有看谷巴 做到多久 今集时间来到这里 喜欢这条影片的朋友 麻烦放下like和subscribe 这条YouTube channel CLSS comment like subscribe 和share 我正在YouTube 按个小铃铛收通知 正常来说 有新节目和live 都会弹出来通知大家 我追踪 以及patchel 乐远老的ig 因为逢新有新节目和live的预告 我都会在ig上出post 亦都会订上ig story 好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我们下次见 请点赞 订阅 期待 启会 全国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